那我想說這個論壇有趣的地方 就黃金儀一開始講要妥協 但是我覺得妥協之前最重要是對話 那我們這裡面有不同的利害關係人 有不同的產業政府代表 有些NGO 那我覺得意見不一樣是必然的啦 那到從表述到妥協 那接下來就是要發生的事情啦 那我想我就先開放讓 雨會的嘉賓先來提問好了 那我想盡可能留更多時間給雨潭人 我想因為15分鐘時間都壓縮了很多 你們可能都還沒有時間講完 那是不是現場有要提問的朋友們 現場雨後貴賓 如果有需要提問的話 麻煩舉個手 讓我們工作人員把麥克風遞給您 謝謝 各位先進好 就是我是Jacky 然後感謝各位先進多元厲害關係人的分享 我覺得很棒 那前面幾位剛好都有提到能源 那我自己本身是社會學跟志工系的背景 那對於能源也有一點點研究 那我想拋出來提一下 就是剛剛有分享到比方說RE100的難度 那台灣也喊了一些願景 那也呼應到國際的一些東西 那可能洪金這邊也分享到就是如何做到 那我剛剛聽到的都是一些更大企業 那我就是可能站在一個更想瞭解的就是中小企業怎麼去做到 那這邊也有理事長對於產業的一些看法 可不可以involve進來 就是有沒有一些可能性更具體的practical的措施 對對對 然後大企業比方說如何帶進中小企業做到更多的RE 因為現在聽到的都是大企業相信 我相信大企業一定比中小企業更能夠做到 但台灣是中小企業為主 那這一塊看看大家可不可以一起brainstorming 讓台灣往這邊去前進 謝謝各位 謝謝 那還有沒有 是 那邊有一位朋友 那我想那位朋友就是最後一個提問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把時間給我們語談者了 你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就是 有關台灣水資源的保育聯盟理事長 就是如果說台灣有一個技術可以減少整個節能排碳 可以降低30%左右的話 是不是很多的一個問題可以 第一個可以緩解 然後去有更多的資源區去解決更多的一個問題 那也同時問一下就是剛剛有乾鐵那個部分 如果說目前那個因為有一些節能的部分 大家談的比較少一點 大部分都是談那個開發新能源的那一塊比較大 那如果說節能可以減少30%的話 大概可以解決多少 多少個問題 然後有多餘的資源去做更大的一個規劃跟策略 謝謝 謝謝 那我想我們就回到我們語談者 那我們就知道一開始的順序 那是先請陳副局長 然後每個人兩分鐘 謝謝 好 剛剛講說中小企業怎麼辦 其實我的簡報裡面有一部分是在講如何協助中小企業 如果沒有assess我們的計劃 其實我覺得最快的方法就是麻煩各個中小企業 你去看看你的電費單 去重電費單其實有很多蛛絲馬跡 你想想辦法怎麼去解電 這是一個最基礎最入門的 歡迎大家來了解我們政府的一些措施 剛剛講電費單跟碳排其實是有一些關聯度的 我們有一個小城市叫做金豪蒜 歡迎大家Google一下 可以用用看 因為對中小企業來講很多事情都萬事起頭難 所以多多利用政府的措施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的措法現在是 台灣150萬家的中小企業 其實是一個很強大的生態系 它總是會有一個很長的供應鏈 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一大代小 大企業你本來就是要把你的供應鏈管理好 中小企業都是你的供應商 所以一大代小大家一起互相學習 然後觀摩 我覺得其實也是一個蠻好的做法 所以歡迎供應鏈跟您的客戶一起 來申請我們的一大代小計畫 我想這個都是可以利用的一些措施 謝謝 兩分鐘回答兩個問題 所以快問快答 就是如果要走到2050近零碳排 事實上R100是必定要走的路 那不談長期 事實上我呼應一下那個蔡理事長的想法 台灣的電價基本上必須要調整 那調整不是只有價格的調整 還有結構的調整 事實上只有把時間電價做結構性的調整 才能夠改變用電習慣 改變用電習慣才能進一步做到節電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在開源的同時碰到了困難 那怎麼樣接流 所以以台灣跟歐美先進國家來比 我們的離間鋒電價差距可能是兩三倍 但是跟歐美比起來人家是一二十倍 一二十倍才有足夠的driving force 讓你去調整你的用電習慣 所以央行每年都有例行性的企業訪談 那下禮拜央行又來找我們 去年他來找我們的時候 他說很多的企業都在反映 今年的企業經營會面臨的困難是電價調整 他說你們東河怎麼會沒有反映 我要講的事情就是回應第二個問題 就是節能的部分 東河在我們在20… 我們的淨零的淨零的路徑 我們是用2005年的總碳排量來做基礎 就是回應全世界的要求 我們不會去想什麼2018啊 什麼2019啊 沒有意義 反正總是要跟世界接軌 我們2005年碳排量85萬噸 全公司整個企業 scope 1 2是85萬噸 我們的鋼產量是138萬噸 我們2021年碳排量81萬噸 然後我們的總電鋼量將近200萬噸 也就是在過去這個 將近20年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碳排降度不斷的降低 那就是具體去實現節能 所以科技的發展永遠超乎你的預期 即使是一個鋼鐵這樣的傳統產業 你都必須了解最新的製程 這樣對你的整個節能才會有最大的幫助 謝謝 我先回答我們右邊這位先進的問題 就是解氧減碳要30%的問題 我在八年前幾年前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能源高峰會的時候 好像聯合報系 早上都講核電 下午我就跟他提上說 我們如果能夠節電10%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廢核 幾乎全場沒有人反對 包括早上永和的人都跟我說好像可以 那是10%而已 我們以前比較保守 那現在30%可能50%都有可能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 因為剛剛沒有時間 其實我們的建築節能的話 比德國可能落後的40年 那我們的立建築其實不太節能 這個我跟那個講過 那所以你如果要那個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那個 找那個像esco或是台達店 他可以幫你review一下看看 那你可以找你的標杆去學習 那剛剛我們前方這位先進 他叫R100 那中小企業的話 剛剛有節能對不對 那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節能方法 那你要去盤點一下 是不是你做節能做得過 然後再來就是 是不是你的廠區可以有再生能源 然後你是不是可以做循環經濟方面 循環 那些減費這些 那未來當然他配合其他的進步的話 你還可以再進步了 所以你要應該自己先盤點一下 那我想節能是一個重點 因為台灣以前沒有好好做節能 所以我們的能源轉型會失敗 那也是跟沒有節能有關係 那未來也是一樣 我們2030年經濟部才提上說要用低調成長2到2.5% 那沒有辦法節能的話 我想我們2050經濟碳也會失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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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嘉賓 我們時間到了 謝謝 謝謝